嘿,你好,我是阿图 自从10分钟学会iMovie小白必备的视频上传以后 我收到不少小伙伴的正面反馈 今天我赶紧来录一支 关于从小白进阶到iMovie初学者的介绍视频 如果你是技术宅或者是剪辑方面的大神的话 可以绕到而行了 如果有小伙伴还没有看过那一支小白必备视频 请点击这支视频底下的链接 进行收看 今天来讲一下这个页面里面其他还没有介绍过的功能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这个功能 我把鼠标放上去 它直接会显示颜色平衡 选自动 这个视频有变得更暖色一点 像小圣女魔法棒的东西 它就是也是自动的意思 我们如果有用美图秀秀的同学 就会知道这个在美图秀秀里面也是自动 变更这个滤镜的意思 到第二个类似于画板的地方 写着色彩矫正 调节它的曝光度 这个是颜色的矫正 这个是偏灰暗系的 然后这个饱和度会比较高 这个是蓝黄颜色的矫正 偏蓝偏黄在中间 偏黄一点它会比较暖色调一点 偏蓝色它就是蓝色调会比较重一点 剪裁会用在加入新影片或者新视频的时候 适合这张视频本身是这样子的 剪裁一天充 我把重点放在这只小鸡上面 我们来预览一下 这一整支视频就是在着重看这只小鸡 我们再把它调到适合就可以了 回到原来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左下角有开始和结束 开始的意思是 一开始我们的画面是这么大 结束的时候画面是中间那么小 我把这个结束的画面变小一点 我结束的时候放在小鸡这个部分 这个箭头的意思呢 是从开始到结束是怎样一个路径 因为我这个路径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你们看 在这转个圈这个路径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的重点想放在这个小鸡上面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往里面加视频或者加图片效果 我这个视频在浏览的时候 发现这个花花是往上走的 因为它用了这个特效 我们只要按到适合就可以了 按到适合的意思就是 这个整朵花 或者整个团子和这 它的一根小草都在这个画面里了 它中画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 加一个比较好笑的文字 或者说加一张比较好笑的图片 或者表情包来增加氛围 我现在把这个表情包放在这里 它就会一直出现在这里 裁剪已填充的意思其实很明显 就是我如果只想露出它这个大大的脑袋 好 就变成了 只露出一个脑袋 好 如果呢 我用 这个 一开始 你看我开始 我直录它的这一部分 结束我用它的另外一部分 顺序是这样的 这个是防抖动和修正果动效应 这个主要用于外出拍Vlog的同学会比较适用 因为你手持相机或者手机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那个画面会抖动的非常厉害 在这两个小框里面打着整个画面 它就会很智能的帮你做防抖动处理 但是防抖动处理的坏处就是 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效果不是很自然 接下来我们看这三个圈的图标写着 片段滤镜和音频效果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些滤镜上就可以在这里预览这些滤镜的效果 而且呢跟我们之前预览其他东西一样 鼠标不要按住 只要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像Papi这样经常用的音效在这里也可以找得到 那大家可以试一下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 然后试一下这些音效还是蛮好玩的 今天的介绍比较短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右上角这一些我们之前没有介绍过的功能 接下来我会录最后一支关于新手学习Movie的视频 在最后一支视频里我会介绍我自己用Movie以后DIY出来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最新的Movie没有水印功能 也没有下面的文字的字幕功能 我们要怎么办 还有Movie没有办法叠加这些字幕功能 我们要怎么办 如果你喜欢这段视频可以自己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